走到哪 手機都不離身 滿街低頭足 肩頸痠痛 自然找上門 有網友就晒出 中國上海某間醫院的復健室 出現一整排患者 排排座 掉脖子的奇觀 而且都是年輕人居多 從事的是無聯網相關的人 所以說其實我辦公時間 都比較長 所以說其實我時不時 都會出現頸椎不舒服的情況 姿勢不良 低頭太久 肩頸硬得像磚頭 醫生說掉脖子 是一種常見的頸椎牽引治療 能緩解頸部肌肉筋鸞 以及軟組織沾連等問題 把我們的腦袋拖起來以後 可以讓我們的頸部肌肉 得到一個牽身 但醫生也提醒 掉脖子有禁忌 不是人人都適合 需要專業技巧 尤其千萬別在家隨便嘗試 正常標準的一個牽引的過程 那牽引過程的話 它是要求坐立位 然後這邊是有力量設置的 掉脖子虛彩坐姿 牽引的力量大概是成人體重的十分之一 偏偏不少大爺大媽 都覺得頸部鍛鍊可以自己來 五月時就傳出一名重慶 五十多歲男子不聽勸 硬是把公園健身器材 拿來當掉脖子的工具 結果操作不當當場回天罰術 有中醫師建議平時工作累了 記得上下左右轉轉頭 或是像這樣雙手交叉 撐住頭部後側 手肘開合十到二十次 都能稍微緩解肩頸不適 真的不舒服 還是看診最保險 千萬別自己當醫生 三地新聞 柯雅翰報導 因為コンテンパ 我們都不斷 我們都不斷 到這個 我們會